谢谢 谢谢 您有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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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个呢是平时在全国行动馆日历开跑之前呢 被民众一扫偶看的鸡蛋 可以看到这里的鸡蛋呢 过于是非常充足了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除了鸡蛋和面包之外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快熟面 也是在尽管令开跑之前被人家抢到 没有过远 也就是缺货的一个食品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就是快熟面非常充足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也有售卖食物地区的情况 就是他们已经开放 让大部分的商家回来售卖食物 不过他们坚持就是不让消费者在里面躺食的 可以看到这里的桌子椅子也已经收起来 就是不提供地方让消费者在里面吃东西 不过你可以把这些食物打包回去自己的家中吃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1号的卡片交配给这里的工作人员 我们已经全面开始营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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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们知道一天以内总共有几个消费者来到这个超级市场购物 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 就是有很多人来到这里的超级市场选购货品 那可以看到有大部分的商品也已经被人家抢购光了 就是豆腐之类的豆类食品 那还有一些面条也是已经缺货的现象 那我们再带大家去其他的地方看看 这个呢是平时在全国行动馆日历开跑之前呢 被民众一扫口口口的鸡蛋 可以看到这里的鸡蛋呢过远是非常充足了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卫生纸也是供应充足的 谢谢大家的提供的制定之前被转移和同能的货品之一啦 除了鸡蛋和面包之外相信大家都知道快熟面也是在尽管令开炒之前被人家抢到没有过远也就是缺货的一个食品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就是快熟面非常充足哦 所以相信在这种疫情大家都已经学会了一个道理 就是尽量不要浪费食材只买自己真的是非常缺的食材 这样一来呢除了不会造成浪费也能让更多人有食物吃 现在呢我们就已经买完那些日常用品了 是时候就去看一下那些卖食物的地方是否有出现整潮拥挤的一个现象 又或者大家都已经遵守防疫测试又保持人物之间的准备吧 再 proud 2个 customer 4个 准备 来 1个 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A.ON售卖食物地区的情况 就是他们已经开放让大部分的商家回来售卖食物 不过他们坚持就是不让消费者在里面堂食的 可以看到这里的桌子椅子也已经收起来 就是不提供地方让消费者在里面吃东西 不过你可以把这些食物打包回去自己的家中吃的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1号的卡片交配给这里的工作人员 方便我们统计人流量 那在这一个放宽型管理的阶段呢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有超级市场也就是送来这场用品的地方 已经开放让民众进去那人潮也很多之外呢 其实这里的小小的店户还有零食的摊位也已经全面开始营业了 可以看到这个原本是暂停营业的SASA也开始营业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在水龙一带的大部分的商业活动 已经就回到以往的魁道了 好的那 好的那我今天的视频呢就到此结束 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和您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